我們目前在鹿林山的停車場 那它的登山口是在這邊 那停車的位大概就是在這邊 過去那邊好像還有幾個位置 那它的那個路口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等一下就是從這邊上去 那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話 這邊就是那個阿里山山脈 好那我們就從登山口這邊出發了 我們上來就可以看到另外這邊 還有一些停車的位置 可是也不多啦 鹿林山這邊算是蠻熱門的步道 所以它那個路徑其實都還蠻明顯的 我們走了一段爬升 那路徑都是蠻清楚的 那就是一路自治形爬升 然後它地上都有一些石頭 這種石階 樹上很多地方都是松樓 蠻漂亮的 我們再上來一點 然後這邊地上都是松樓 這邊地上都是松樓 那我們看到這裡有個便電箱 那這裡直接上去 我們就會到那個 露林山莊 好我們再來走走看 好我們直接上來 那我們就看到那個 露林山莊 就在右邊這邊 這邊就是那個露林山莊 好那待會我們是從 這條小徑上去 那你要從那個露林山莊 那邊的馬路上去也可以 好那它這邊是那個 它的停車場 露林山莊的停車場 好那我們繼續往上走了 好那個露林山莊 好那個露林山莊 我們就拍完了 那我們是從 這這裡上來的 那我們要繼續往這邊上去 這裡稍微上去就是那個 玉山林道 好我們就上來 好上來之後 我們要往這邊走 好那它這邊 我們回來的話 我們會從這個方向回來 這個方向就是塔塔加那邊的方向 那我們現在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們是從這裡過來了 好那這邊有一些指標 好我們過來之後 它這邊有個插路 那左邊的話 是要直接 往那個露林山的最高上去 那我們是要往 右邊 我們要直行 我們要先去露林前山 所以我們就是從 右邊這一條路走 那它這裡就是那個 玉山林道 玉山林道其實是蠻平緩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那個露林前山 我們就看到那個天文台 來 好那它這邊也是有那個展望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右邊 好 右邊這邊就是那個阿里山山脈 好在這邊 今天景還蠻漂亮的 這裡就是那個大塔山 那過來這邊最尖的這個地方 就是松山 好那我們到前面這邊 我們就是要往左邊上去 我們就要往露林前山的方向上去 那你在直指的話 就是要往那個石山的方向 那邊就是要去石山的玉山林道 那這個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過來看看 你好 那我們就從左邊這邊上去 好那這邊有它的姿勢 那我們是要往那個露林前山 就是露林天文台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爬升 好那那地上很多那種毛蒂黃 我們從剛剛 走那個玉山林道那邊 他兩旁都是毛蒂黃 這邊也是 好我們稍微爬升了一段 那我們現在到這邊有個岔路 我們現在往右邊是 露林前山的方向 那往左邊就是要去露林山的方向 那我們今天我們會先去 露林前山 石水山還有石水山的基點峰 我們完之後回來到這邊 然後再往這個方向去露林山 那我們現在先往右邊走 我們已經快到那個露林前山的最高點 那我們現在看到左邊有個指示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缺口 這條小徑 這條小徑就是要去石水山的路徑 那我們就是先去露林前山 然後再下來之後 再從這邊去石水山 那他就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導覽牌的旁邊 就是從這裡進去 好那我們先前往露林前山 稍微走了一下 我們就到了露林前山的三角點 然後那三角點就在這邊 好這個是露林前山的三角點 那是山的三角點 好那前面這邊就是那個露林天文台 好那這邊都有一些設施 好那這邊都有一些設施 好那天文台的話在這邊 好那邊也有遊客在裡面 好那我們是沒有要進去 好我們稍微拍一下就好 好在這邊 露林天文台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兩桌 就是玉山的北風跟北北風 那現在看到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玉山前風 那後面一點那邊比較高 那裡就是玉山西風 西風再高一點那一顆就是玉山主風 露林前山就是玉山天文台 我們就拍完了 那我們現在是要往那個 石水山的方向下去 那我們從那個 露林山的登山口到這邊 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十分鐘 就到了那個露林前山 那我們稍微下來 我們就看到那個 右邊的那個導覽牌 好我們看到這導覽牌 那我們要往右邊的小徑進去 那我們剛是從這邊上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往那個 石水山的方向走 那我建議就是你來走這個 路線 你還是要下載一下那個 離線地圖 就是你要下載別人走過的行跡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迷路的問題 因為我記得去年的新聞好像也是有那個 登山對來走這一條路線 那有些人就走到迷路了 石水山主峰跟石水山基點峰 這兩座山是比較冷門 走的人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有要來走這兩座山的話 我都是建議你下載一下那個別人的行跡 那目前看起來路徑是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走一段看看 因為我之前有來過大概是兩年前 我就有來走過塔塔加五連峰了 那今天來的話剛好大概就是兩年 兩年之後 那我就順便 就是看一下它的路況有沒有比較明顯好走 這樣子 好我們來走走看吧 沿路是都有一些路條 我覺得它的路徑也有比較明顯 因為我記得兩年前來的話 它的建築其實是蠻密集的 現在看起來的話就是路徑很明顯 感覺它旁邊的建築都已經 往後退出去了 這代表說比較有人在走 還是有人在維護 感覺你看它這邊的建築都有人銷過 在維護或者是整理 左邊這裡就是個看天賜 因為我記得之前這一段下來 它那個建築還蠻密集的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建築了 建築現在就已經推到很蠻外面 所以路徑蠻明顯的 那個路徑上面有些杜鵑都已經開了 它再進來這邊 它這邊就是旁邊就是都是杜鵑 它沿途的那個杜鵑其實是蠻零星的 這邊其實也開的蠻密集的 地上都是那個杜鵑 它不是那一種就是範圍很大的 它都是一個點一個點這樣子 那步道其實它那個波度沒有很陡 所以走起來算好走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棵 這一棵是露林山 那再過來這邊是玉山前鵑 那過來這邊是西鵑 那西鵑再上去 現在有一點雲 那邊就是主鵑 那左邊玉山前鵑 上面那邊就是北鵑跟北北鵑 那我們過來這邊 玉山主鵑再過來 這裡是玉山圓鵑 那過來這邊是玉山南鵑 這邊是東小南山 那這邊就是南玉山 那這邊這兩棵好像是雲 這邊過去好像是雲峰 好那我們繼續再往上走 好我們繼續再往上走 我們快到 池水峰煮峰之前 其實都有一些展望 好目前走起來 它的路況是比兩年前好非常多 因為其實它主要不是太難走 之前是因為路徑比較不明顯 那現在可能兩年之後 比較多人在走 其實它的路徑很明顯 那步道走起來其實 蠻漂亮的 你看沿路都是松針 松針鋪地 那還有很多那種杜鵑 雖然它不是很密集 可是你沿路上都是可以看到杜鵑 那它杜鵑應該是昨天那場很大的雨 所以很多杜鵑花都被打到地上去了 其實你如果有走過北峽山 或者是有走過賣賣山或機子山 那我跟你講 石水山這個路徑 比這幾座山好走很多 我們快到高點的時候 我們回頭看 好像這個山景也是很漂亮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棵 這棵就是露林前山 這棵就是露林山 那這邊就是駿大山 駿大山旺鄉 那這邊就是那個西環大山那邊 這是剛我們介紹過的玉山前鋒 我們再上去 我們就到了那個 石水山主峰 在這邊 那一棵樹那邊就是最高點 這裡就是石水山主峰 在這邊 那他這座山有很多名字 這裡有他的牌子 這座山也叫真露林山 那也有叫做2895峰 就是在這裡 那他是沒有基石的 那你如果要去石水山的基點峰 就是要往這邊繼續走 就是要往這邊繼續走 塔塔加五聯峰 第三棵山頭 這棵是第二棵 剛剛露林前山是第一棵 好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沒有休息 我們就繼續往那個 石水山基點峰走 我們現在是往那邊 那你看他這邊都是馬嘴木 這邊都是 這一片都是馬嘴木 石水山主峰 就是真露林山 我們就拍完 那我們繼續要往那個 石水山基點峰走 那我們剛剛從那個 露林前山那邊 走到那個 石水山主峰 我們大概走了 大概其實大概半個小時就到了 我們現在是往那個 石水山的基點峰走 那有時候 右邊的那個 樹林裡面好像有些小徑 那個我們都不要走 因為他這個離線地圖 再下去那邊 有一條就是從那個 石山引水道 瀑布那邊上來的路線 可是那個路線是路跡不明的路線 那到底有沒有通 還是有沒有人在走 不知道 那我們就是盡量 走在主要的路徑上面 那你不確定的路 你不要走 尤其是在這種 比較冷門的山徑 就不要亂走 除非說你有走過 還是說你有別人的行跡 那不然其實我們就是照著路條 或者是照著行跡走就可以了 我們右邊有看到一些看天池 這邊有一些看天池 不過這個水 其實都是蠻 蠻那個 蠻混濁的 那我們一樣我們就照著那個路徑走 因為他這個看天池這附近這邊 他有一條就是離線地圖的路 要往那個石山引水道那邊走 那個路徑我不確定 因為我沒有走過 像我們走到這邊 我們要往那個石水山的積點峰走 我們是直走 可是你看他右邊 這這裡有一條路徑 有人有綁路徑 其實我現在可以看到 右邊那邊有路徑 那這一條可能就是要往那個 石山引水道瀑布那邊的路徑 但我沒有走過 所以我不確定那個路徑如何 我今天就單純走塔塔加五連峰 所以這一條路徑我應該就沒有過去探了 好那我們要繼續往左邊直走 那你如果從這裡要去那個 石山引水道瀑布 那邊大概是2500公尺 那我們現在這個高度大概是2800 所以那條路徑下到那邊大概要下300公尺 那路況不曉得好不好走 那搞不好也是很陡 我沒有走過所以不知道 如果是從那個石山引水道去瀑布 那你可以看到前方有一顆很高的山峰 那一顆就是真路林山 我們目前往那個積點峰的路上 就是下坡的路段比較多 所以等一下回程的話 應該是趴坡會比較累 目前都一路在下坡 這邊也是沿途就是那一種 材鑽砖 然後搭配來搭配與松茎 好那這邊的植物大概就是 就是杜鹃啦松树啦麻醉木啦 大概就这几种 往那个积点峰的路径上比较有点上上下下 这一段都是岩石 那这边也有展望哦 可以看到那边有一条溪 不晓得是不是那个男子嫌隙 这一段都是那个岩石 所以要小心 小心走 后半段这边的建筑比较密一点 所以就小心走 可是路径还是蛮清楚的啦 我们要越 我们要越过那座山头 再过去才会到那个积点峰 那离线地图是把这一棵山头 标做那个 石水山 那2800公尺 不晓得有没有错误了 我不晓得 那我们是要越过这一棵山头 再过去才会到那个 山脚顶 好 好我们就到 快到这个山头的高点 那我们现在回望 这里就是那个 真鹿林山 就是石水山主峰 2895峰 好那我们要继续 再往前走 我们要继续再往前走 因为我们是要去 死水山的积点峰 所以要再往前走 好上来这边 他还是有路条 我们就照着路条走 好我们就照着路条走 好那他这里的岩石这边是有一点展望 我记得这里有一棵还是下面还有一棵 先看一下是不是这一棵 不过这个要小心 他这个 我记得下面那边好像还有一棵 好我们我们下去那边看一下 好我们从岩石那边下来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下面那边的岩石 还有一个展望 有一个岩石的平台 好在右边那边 好在右边这里 那我们等下再往这边继续走 我们先到平台这边拍一下 这个岩石的展望点 这个岩石的展望点 只能看到 这边是蓬姬山 那 过来这边是 霞山 麦麦山 就在这边 好那我们就下这个岩石 展望点 我们继续往那边下去 好那这边也有杜鹃 好我们往右边继续下 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下来的 后面这边的路径 比较没那么明显 就是后面的建筑 比较密集一点 那我们还是照着路径走 只是那路径 有些岔路了 我们还是照着那个路径的路径走 我们还是照着那个路径的路径走 这边 其实那些岔路也是 要过来这个方向的 那我们就是找比较明显的路径走就可以了 好我们就到了那个 死水山的基点峰 好就是死水山 死水山后 2800公尺 那也是称为 死水山基点峰 好我们在死水山基点峰这边 我们大概休息了15分钟 那我们现在要回程 那我们刚刚从那个 死水山主峰那边 走到基点峰这边 我们大概走了40分钟 那个基点峰这边的路 比较没 没那么好走 啦 那你如果纯粹要走那个 真路林山也可以 你也可以走到死水山主峰之后 就折返也可以 那你如果要到基点峰这边 我是建议还是要下一下那个 航机会比较 安全一点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岩石展望点 那第一个 第一颗岩石这边的展望会比较好一点 好这一颗的岩石 他看的会比较远 那我刚刚有碰到 山友啦 他们也是看离线地图 因为离线地图 就是把 把前面那个山头标作 死水山所以 他们也是在找那个基石找不到 要再往后面走 就是走到那个山脚点那边 那边就是死水山 然后也是基点峰 我们刚看到的 这个都是被剥皮的松树 那边也是 就是你要 往那个 死水山基点峰的路上 很多松树 都被 那个动物剥皮 不晓得是什么动物啦 这边也有 你看这个也是 这边这颗也有 你看这个也是 这边这颗也有 那左边就是往那个 石山云水道瀑布的 那条岔路 我之后有机会 再来 探探看看这条路况 如何 好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就原路回去 这边的山景还不错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北大午山 那这个是观山 那前面这一棵是向阳山 那这边就是云峰 好这边就是看天池 那我们继续往右边走 我们要回去那个 死水山主峰 好我们已经回到 死水山主峰 就是真陆陆林山 那我们没有休息 我们直接要往那个 陆陵山那边下去 好那我们就往陆陵山 我们的目标 就是那一颗山 陆陵山 好我们走了一段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 陆陵山的步道 好左边就是要往那个陆陵前山 那我们现在是要往右边 我们要下去 陆陵山的方向 我们就回到那个 插路口了 那早上我们就是从左边 这个插路这边上来的 那我们现在是要往陆陵山跟林子山的方向 那我们就往右边这个方向走 那他这边有指示牌 那我们往陆陵山的话 我们还有700公尺 那要到陆子山的安部 1.9K 好那我们就来 走走看 陆陵前山 陆陵山跟林子山 这三座山都是热门的 山头 所以走的人比较多 那基本上 你走在 这个步道上 不太会有那种 迷途的问题 那就是小心不要 滑倒就好 我们 快到那个陆陵山 那我们现在往右边看 这一座就是 正陆陵山 就是死水山主峰 那我们刚刚就从主峰这边 又过去到这个山头 那这个山头 再过去 才是那个 死水山基点峰 就是死水山 就是在这一棵山头的后面 我们这一段爬坡上去就到那个 陆陵山的最高点 我们已经到达那个陆陵山 拍照的山有很多了 所以我们经过就好了 这边这边就是 陆陵山的最高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往那个 陵子山的岸部走 陆陵山往那个陵子山的风景是很 很漂亮 就可以看到御山群峰 我们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再停下来拍一下 那这个方向等一下就是我们要过去陵子山的方向 那我们这边比较没有人 在这里拍一下 那我们这边比较没有人 在这里拍一下 这边就是漂亮的山景 我们可以更 近距离看到 御山群峰 这样看其实是非常的近 我们 我们现在最右边就是 南御山 那这边就是御山小南山 那这里就是那个 御山南峰 这边是圆峰 那御山主峰就是在这里 那下来这里就是 御山西峰 这一颗是御山前峰 那前面 上面这两颗就是北峰跟北北峰 沿路过来都有一些水池 有些比较小 那这个是比较大一点 那因为昨天有下雨 所以 那个水池的水看起来都 还蛮多的 我们过那个水池 过来这边 那这里就有个岔路 那我们要往陵子山的话 我们要往 左边继续走 那右边这个方向就是要往御山 登山口的方向 那我们要往左边走 好我们要往左边这个方向过来 那这个岔路他就是往右边就是要往那个 御山的登山口 那你往左边经过林子山 也可以往那个 御山的登山口 沿路上来右边的山坡上都有一些椅子可以休息 如果不赶时间都可以找 一些 地方休息一下 那个地方也不错 刚好有树印 有点厚 所以我没有休息太久 我现在 我们继续往步道走 我们继续往林子山的方向 现在是11点半了 这里的山景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我们回望 那左边这一棵就是 露林山 那右边这里 这里就是 露林前山 我们可以靠位看到那个天文台 这个山景还蛮漂亮的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边就是 林子山 我们现在左边看到的 那个地方 就是林子山的安部 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一点距离 那我们继续下降 我们已经快到那个林子山的安部 那安部这边有插入 他左边有插入 那我们等一下先去玩林子山 然后再回头 回到安部这边 然后再往左边的插入 下去 玉山林道 然后回去 露林山庄 这边就是安部的插入 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 回去玉山林道 那我们现在 先 直走 我们去林子山 我们下期待 这个地方是 我们下期待的 都在下期待 这边在下期楼上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是 在家的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高山池塘 野生东河水的地方 不过这个比较小一点 这个水池这边比较小一点 这里有个岔路 那林子山的话 我们要往左边走 还剩下400公尺 那右边这边上去 是个眺望台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 20公尺而已 我们上去看一下 然后再去林子山 我们上去之后 我们就下来 那那个山景 我觉得还好 没有那个露林山 要过来林子山那边漂亮 那边的山景比较漂亮 不过这边 他上面那边也有一些椅子可以休息 那下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右边 那边我们继续往那个林子山的方向 好 我们就到了林子山的最高点 就是在这边 那林子山我们就拍完了 那他这个方向就是要往玉山 登山口 他那边有指标 大概还有一公里 那我们就是 原路回去 我们要回到那个林子山 安部的插路 我们要从安部插路那边 回到玉山领道 然后再回去露林山庄 好 那我们就往回走 好 那我们下来这边 我们往右边看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个 阿里山那边的群山 那这边就是大塔山 那这里就是松山 那过来这一边 这一边应该就是那个东浦山 右边这边是东浦山 那我们往左边这边看 那前面这一棵山头 这一棵就是镇露林山 就是死水山主峰 那左边这一棵 就是死水山 也是死水山积点峰 那右边这里就是露林前山 那下来我们是尽量走阶梯了 就走步道 那中间那草皮就是被人家走到 就是有点凹陷 那我们是尽量有步道的话 我们就走步道了 好我们已经回到那个 林子山安部岔路 那我们要往右边走 左边就是刚刚露林山过来的方向 那我们要往右边走 我们稍微过来 我们就看到玉山林道 那玉山林道的话 我们要往左边走 往左边就是 往露林山庄 那你往右边就是 往那个大铁山的方向 就是往那个 要去那个玉山登山口那边的插路 大铁山那边 那我们要往左边回去 好我们就接回来早上出发的地方 那右边下去就是 露林山庄 早上我们就是从 左边的玉山林道 这边去 露林前山 那我们现在是要往右边走 早上我们是从 右边这个山径上来的 好我们是从右边这个山径上来的 那我现在是 走马路下去 我下去拍一下那个露林山庄的正面 然后再从停车场这边走下去 那这个树上面都是松弱 蛮漂亮的 那我们就顺着马路 我们就下到 露林山庄的正面 那右边就是他的停车场 这边就是露林山庄的正面 那旁边的草坪还是有人在休息 这边蛮安静的 这边还有温度计 记得坐在这边的草 草坪休息也不错 那我们要往左边走 我们刚是顺着马路从这边下来的 那我们就顺着 停车场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我们要下去那个露林山的登山口 那我们是从露林山庄的正面过来 那我们是要从这边下去 那早上我们是从这个山径上去了 那我们现在从这边下去 那他这边有那个指示牌 还有1.1K 好那我们就开始下山了 回到登山口了 那另外那边也是都停满车子的 那今天来露林山的人其实还蛮多的 这边也都停满车子了 早上那边是都还没有停车子 那他左边能停的位置不多 左边的位置大概两三台而已 左边的位置大概三台而已 现在刚好一点 那我们早上是7点20 开始爬的那就是大概走了5个小时40分吧 就完成塔塔加五连峰了 那基本上 这几座山都不会太难 除了那个 池水山基点峰那边的路径稍微 所以比较要找一下 那不然现在的路径其实都还蛮清楚了 那不过建议要来走就是你要下载一下航机 就算迷路的话 比较不会越走越远 比较可以找回来原来的路径上面 好那我们今天塔塔加五连峰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回去我们再去露林神木那边看一看 那边如果人不多 我们就回去露林神木那边看一看 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拜拜 台18线102K附近 那这里就是露林神木的路口 旁边周围有一些停车的地方 那他的 步道就是从这边下去 那其实很近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露林神木就在就在这里 步道其实没有很长 一下子下来就到了一个芝芝形的阶梯 我们就已经来到神木的 旁边 那他是刚好就可以撓一个O形 看你是要从这边撓还是从右边撓都可以 他那个树也是非常的大 那其实很近 其实很难拍说 可是你很难用 拍摄方式呈现他有多大 可是你自己来看的话 那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们一下子就已经下到那个 神木这边的底部了 那这个步道其实很短 那你下来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这边拍照 那其实没有比例池 所以很难 让你知道说神木有多大 那其实真的很大 我们就已经拍完了 那我们就走上去 那我们就从这边走上去 这个露林神木的步道很短 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他这个是比那个 特副野古道那个拉拉 克斯那边 神木还大科 我们就回到上面 好我们就回到上面 那这边 来一会大概10分钟内 就可以走完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山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背包 那它这个背包是那个快速健行的背包 它就是有点介于越野包跟一般的背包中间的一种一种背包 那它大概是300至400公克 重量算蛮轻的 那目前我一日行程的话 我是都会背这个背包 行程的话基本上那个带的东西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背包基本上是都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背包 这个背包是我之前在背的 那这个背包也是迪卡龙的 刚刚那个背包也是迪卡龙 那它这个背包是后面有铁架 那它的背起来的话 它背包是蛮稳定的 可是它这个背包比较重 那这背包大概有点超一公斤多 所以它是有点重量 可是它能背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现在这个背包我是比较没有在使用 之前是蛮常使用这个背包 那后来为了它减轻重量 所以这个背包我后来就没有在使用 那这两个背包其实背起来都 我是觉得都还不错啦 都算蛮好背的 好那我们目前来介绍基本要带的东西 那就是雨库 然后风雨衣 那你就看什么牌子都可以了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必带的啦 像我这件风雨衣也用了非常旧的 大概用了三四年了 那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是要再换天狗型的 那雨库这个也是最近才买的 那其实什么牌子都可以了 那只是差别说在于透气性 其实你实际上你有在行径的话 那万一又是夏天的话 那一定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那透气性我是觉得都不会太好了 那这个都是必带的 来介绍水带 那水带的话 有些人会用水壶啦 那因为看个人的习惯 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就是背包拿来拿去 所以我都会使用那个水带 那水带的话 这两个都是两公升的 就是2000cc的水带 那你如果可以背重一点的话 其实也可以背到2500或3000的都有 那基本上我每次出去的话 像这次要出去的话 这个2000cc基本上我都是会装满的啦 这个都是基本的饮用水啦 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习惯 就是看你是要带多少水这样子 我们目前来介绍这些物品 那登山帐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带的 那这个是那个绿水的水壶 那基本上这个我很少在用 因为我大概都是一天来会 那基本上用到它的时机比较少 因为这个我已经买两三年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用到 这个如果是要登百月 或者是比较多天的行程的话 这都可以用到 那这个都是备而不用 像这个紧急毯也是 那这个我也是买很久了 你看那包装都已经烂掉了 也是都没有用 那这个我基本上我是都会带这 那这个都是每次会带的 那这个是行动电源 行动电源基本上我是一定会带 那这个是哨子 有人是说那个有那种金属的哨子的声音会比较好 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求救 基本上这个都会带 那头灯 头灯也一定会带 头灯这个都是基本的 所以一定要带 还有备用电池 那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是可以准备两个头灯 就是万一这个头灯坏掉的话 有另外一个可以备用 那这个是蓝牙 针无线蓝牙耳机 这个只是有时候行进间可以使用 还有手套 手套也一定要带 这种手套 不管价格贵或是便宜 我觉得用起来都差不多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消耗品 就是你有用几十有回损的话 就是要要丢了 好 再来是介绍我拍摄的时候会带的一些物品 那这个 这个是园艺剪 一般因为我大部分走的都是那个 礁山跟中级山 那园艺剪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剪一些 黄藤特别多的地方 可以用园艺剪 那拍摄的话 基本上我都是用GoPro在拍 那这个是背包夹 可以直接夹在背包 在背带上面 那这个是它的充电器跟电池 这个我都会带 那线的话 就是GoPro的电源线 那基本上这个是行动电源 如果要拍摄的话 这里是可以省略 好 我们目前介绍就是我会带的一些吃的东西 行动粮的话 因为我每次带的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都是看你个人喜爱 就是坚果类的 那有些人会带果冻或者是巧克力 那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吃那个 所以基本上就带自己喜欢的 那我大部分会带面包或者是三明治 有时候我会在早餐店买三明治 那基本上我是不会在山上就是煮东西 煮东西啦 有一些比较费力的行程 我就会再喝一些能量饮料 这样子 那我吃的东西大概不会带的太复杂 那其实这个都是依照自己个人喜好 那一日行程我们该带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会太重 我觉得刚刚我们准备的东西包括吃的还有水 大概在6公斤那边吧 其实每个人准备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基本上因为我是比较常爬礁山跟中级山 所以我带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准备越多东西就是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又越可以去因应 我们在山上碰到的一些问题